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 带您看看这只好可爱的保育类动物草骁 它今年1月份在高雄受伤了 被发现之后随即被送往平科大救治 经过检查发现它的右边翅膀骨折 受益师赶紧把它固定并且包扎起来 经过细心的照顾之后 草骁它的恢复状况相当良好 专家估计草骁在野外的数量 全台可能剩不到500只 一看到保育员和兽医士上前 立刻发出威吓警告 这只有着可爱圆脸的是保育类动物草骁 因为一脸模样素来有苹果脸的称号 看起来活力满满的它 其实在2022年1月 在高雄田间被发现受伤 最后送往平科大的野生动物收容中心 进行救治 经过促诊然后发现它有骨折机前后 我们才去做一个保定 然后去做X光的拍摄 然后去做确认说 它的右边翅膀真的有一个骨折 那我们赶快做一个紧急的八字包扎 帮它把这个骨折部分给它固定起来 幸好及时救治 草骁的身体状况才慢慢稳定 受医师判断它的右翅齿骨 为必锁性骨折 由于骨折处较为整齐 透过外部固定的方式就能治疗 我们是用物理的固定方式 就是将它的翅膀固定起来 然后让它的骨骼自己去生成 四到五周的这样固定后 我们再把它的爆炸解开后 然后再让它四度的去做活动 让它的肌肉可以稍微的伸展开 由于草骁属于猛禽类动物 具有攻击性 在治疗之前 受医师们得先用布 遮蔽它的视线 以免受到攻击 紧接着才能进行麻醉跟包扎 那么麻醉的话 我们换来就使用气体麻醉 因为气体麻醉的话 它可以藉由呼吸去做代谢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 比较方便去做调整 说它如果现在状况没有很好 我们可以赶快让这次的麻醉 给它终止掉 然后让它赶快苏醒回来 草骁在猫头鹰里属中型体型 身长大约38到42公分 夜行性动物的它们 鲜少在白天出没 多以山林田野间的小型动物为食 属于一级保育类动物 但随着土地过度开发 导致漆地变小 野外数量越来越少 像是它们漆地被开发 所以它们的漆地就有减少 然后再来就是用药 老鼠药跟农药的食用 也可能会造成它们的一些数量的减少 因为它们主要是吃鼠类的 漆地遭到破坏 加上跟人类生活圈相当接近 让草骁常常被驱赶受伤 甚至中毒身亡 光是今年就常常在田间 发现受伤个体 专家更评估全台数量 恐胜不到500只 台湾是属于一级的 濒临的濒临绝种的一个物种 有易解保育类 那之前有研究是说 如果乐观来看的话 可能有300到500只 但近期的调查有发现说 它们可能甚至没有超过100只 幸好经过受医师的细心照顾后 目前草销恢复状况相当不错 进食也很正常 等收养满五到六周 将会再做一次检查 判断是否让它开始练飞 像草骁症的话 可能骨骼断裂后 会造成它骨骼变 骨骼的总长度会变短 因为它已经断过了 然后它会变缩短一点 那这个缩短的话 会不会造成它飞行的时候 它的两边的重量不一样 或是两边的长度不一样 造成它飞行有点不平衡的状况 那我们可能就要在 它训练飞行的时候 去看一下有没有影响 未来若练飞状况良好 就能进一步评估是否野放 期盼濒临绝种的草销 能早日重回大自然的怀抱 在山林间翱翔